好 那我们刚才帮大家澄清了一些 对ChainGVT常见的误解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ChainGVT是怎么被训练出来的 那这边要特别强调 ChainGVT背后的关键技术 这个关键的技术叫做预训练 它的英文叫做Pretrain 那预训练这个技术 即使又有各式各样的名字 有时候它又叫做自督导式学习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那有的人又把预训练得到的模型 叫做基石模型 那英文呢也就是Foundation Model 那ChainGVT 我们还没有解释ChainGVT这个名字的由来 那Chain就不用解释了 Chain就是聊天 这边G呢指的是generative 是生成的意思 那因为GVT ChainGVT它生成的是一个句子 它是在做生成这件事情 所以它的名字中有generative这个词汇 而P呢就是这段课程的主角 也就是预训练 那T是什么呢 T是Transformer 那Transformer这个东西 我们在课堂的录影 你很快就会看到 好 那我们已经告诉大家 ChainGVT真正做的事情是什么 ChainGVT就是一个函式 这个函式是透过人类老师的教导 还有网路上大量资料找到 但是这个函式实际上是怎么被找出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一般的机器学习是什么样子 现在想象我们要训练一个翻译的系统 要把英文翻成中文 那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函式 它可以把英文翻成中文 一般的机器学习方法是这个样子的 你要去收集大量成对的中音对照例句 你要告诉机器说 如果今天输入是I eat an apple 那你的输出就应该是我吃苹果 如果输入是you eat an orange 那你输出应该是你吃橘子 我们要让机器学会英文翻中文 我们需要先有人类收集大量中音成对的例句 这种需要成对的东西来学习的技术 叫做督导式的学习 那刚才在ChainGVT讲的笑话里面 它也已经告诉你督导式学习是什么了 好 那有了这些成对的资料以后 机器就会自动的找出这个函式F 那至于机器怎么自动找出这个函式F 在未来的课程里面 在未来的课程录音里面 你马上就会很清楚这件事情是怎么办到的 好 那有了成对资料 就可以找出一个函式F 那这个函式F里面 也许就包含了一些翻译的规则 比如说机器会知道输入是爱 输出就要是我 输出是you 输出会是你 那接下来给他一个句子 You eat an apple 期待机器可以得到正确的翻译结果 那这是一般的机器学习的方式 又叫做督导式的学习 好 那如果把督导式学习的概念 套用到确GVT上的话 那训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要找很多的人类老师 他们去定好确GVT的输入跟输出的关系 你要告诉确GVT说 有人问你台湾第一高峰是哪一座 就回答玉山 有人告诉你帮我修改这段文字 你就说好的 然后给他一个修改后的结果 有人说教我做坏事 那你就要说这个是不对的 你要找大量的人 给确GVT正确的输入跟输出 那有了这些正确的输入跟输出以后 我们就可以让机器自动的找一个韩式F 那找这个韩式F的目标 是希望这个韩式F可以做到说 当你输入台湾第一高峰是哪一座 根据我们现在有的这些训练资料 机器就要知道说输入是台湾第一高峰是哪一座 输出应该是玉的几率要比较大 然后接下来你告诉机器说台湾第一高峰是哪一座玉 然后接下来输出三的几率应该要比较大 所以有了这些训练资料以后 机器就可以找到一个韩式F 那这个韩式F要满足我们的需求 让我们给一个输入的时候 它的输出会跟老师人类给的输出是接近的 但是很显然光是这样做是不够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机器只根据老师的教导找出韩式F 那它的能力会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老师可以提供的成对资料是非常有限的 举例来说 假设这边的成对资料里面没有任何一句话 提到喜马拉尔山 那当有人问机器说 世界第一高峰是哪一个有三峰的时候 它不可能回答喜马拉尔山 因为你在教它的过程中 它根本没看过喜马拉尔山这几个字 你怎么可能让它输出这个专有名字呢 所以今天人类可以提供给机器的资讯 是很少的 所以机器如果只靠人类提供的资料来训练 那机器的知识会非常少 很多问题它就都会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怎么办呢 那ChairGPT的成功 其实仰赖了另外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可以无痛的制造出大量成对的资料 那怎么无痛制造大量成对的资料呢 事实上网路上的每一段文字 都可以拿来教机器做文字接龙 你在网路上随便爬到一个句子 世界第一高峰是喜马拉尔山 你就把前半段当作是机器的输入 后半段管它是不是正确答案都告诉机器说 后半段就是正确答案 接下来你就叫机器去自己找一个函数F 这个函数F应该要做到说输入世界第一高峰是 那喜的几率要越大越好 那机器读到另外一个句子 今天天气真好逗号我要出去玩 那它就要知道说输入是今天天气真好 输出逗号的几率要越高越好 那如此一来网路上的每一个句子 你都可以拿来教机器做文字接龙 那事实上确GPT有一个前身就叫做GPT GPT做的事情就是单纯从网路上大量的资料 去学习做文字接龙这件事情 那GPT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型呢 在确GPT之前就有一系列的GPT模型 那最早的一个GPT模型 GPT一代其实是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释出了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得到什么大量的关注 那那个时候2018年的GPT 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模型 它只有117个million的参数 它的训练资料也不大 只有1GB的训练资料 但是在一年之后 OpenAI公开了第二代的GPT 第二代的GPT是第一代GPT的10倍大 我们现在直接用这个GPT符号的大小来代表 它有的参数量 这个第二代的GPT是第一代的10倍大 它的训练资料是第一代的40倍 有了这么大的模型 有了这么多的资料 去训练机器在根据网路上的资料 做文字接龙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当年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结果 是你可以跟这个GPT2说一段话 接下来它就开始瞎掰 举例来说这是OpenAI官网上的demo 你跟GPT说有一群科学家发现了独角兽 接下来GPT2就开始乱讲这些独角兽的生态 当然这个能力今天对你来说也没什么 人工智慧就应该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但在201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学界是非常震惊 大家觉得这个也未免太强了吧 他讲出来的东西非常的像模像样 那事实上GPT2也是可以回答问题的 怎么回答问题呢 你可以直接输入它 问它世界第一高峰是哪一座 期待它曾经在网路上读过 世界第一高峰是哪一座 问号喜马拉三 期待它读过这个句子 所以你问它世界第一高峰是哪一座 它直接输出喜马拉三 甚至你可以让它做摘要 给它一篇很长的文章 后面接Tulong Don't Read TLDR 这个符号代表摘要的意思 然后它就可以输出文章的摘要 所以其实让机器从大量的 网路上的资料去学习 在GPT第二代的时候 就已经有回答问题的能力 但GPT第二代回答问题的能力是怎么样呢 那个是当年的论文公开的资料 这个结果是测试在COQA 这个问答的资料集上 总之这个问答资料集就是 你问机器一个问题 然后期待机器可以回答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那纵轴是F1 score 如果你不知道F1 score是什么 你就把它当作是回答的正确率就好了 横轴是模型的大小 从第一代117个million的参数 一直到第二代1500个million的参数 当然1500个million的参数 今天在大家眼中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模型 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 人们的反应是 哇靠这个模型也未免太大了吧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模型 这条蓝色的线是GPT第二回答问题的正确率 那模型越大 回答问题的正确率确实越高 那在同样的资料集上 而人类的表现非常强 有90%的正确率 基本上是碾压GPT第二 但是GPT第二还是有学到东西的 它其实比很多模型 比如说PGNET 还有DACQA 都还要好一些 所以就算是只是从网络上大量的资料 去做文字接龙 GPT第二也已经有回答问题的能力 但是GPT第二今天看起来也不算什么 GPT第二有1500个million的参数 但在一年之后2020年GPT3是GPT2的100倍大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logo按照参数量来等比例放大的话 第三代的GPT就是有这么大 然后它的训练资料有570个gigabyte 那也许你对570GB的资料量是什么样的概念 是什么样的资料量没有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换算成你比较能够理解的讲法 570GB的文字量 差不多是把哈利波特全集读了30万遍 那这边要强调一下哈利波特全集 不是指哈利波特一本 是指第一本神秘的魔法石 一直到最后一本死神的圣物 全部读了30万遍 是GPT3读过的资料量 那如果你觉得570GB也没有特别惊人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你 他们在网络上原始爬道资料有45T 他只选了570GB出来做训练而已 他经过一些filter以后 只选了少量的资料出来做训练 得到了GPT3 那也许有人会问说 那GPT3.5是什么东西呢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GPT3.5指的是哪一个模型 基本上目前OpenAI官方的说法是 只要是拿GPT3再来做一些微调 做其他事情的都叫做GPT3.5 所以GPT3.5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它并不是特指某一个模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GPT3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那2020年GPT3刚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轰动 那我们那个时候上课也有讲GPT3 那时候给GPT3的common就是 它是来自猎人暗黑大陆的模型 因为它实在太过巨大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暗黑大陆 暗黑大陆就是里面每个东西都太过巨大 所以那时候GPT3实在太大了 它感觉是来自暗黑大陆的模型 就其实大家今天看到那个CheckGPT 它会写程式 好像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惊人 其实当年就很多人发现GPT3是可以写程式的 你确实可以给它下一个指令 它帮你把程式写出来 那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网络上Github上有很多的程式码 程式码里面有注解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这样子的程式码 它先给一个说明 这个程式码呢 是Perform Adversal Attack and Generate Adversal Example 接下来给你程式码的内容 所以GPT在学习这个文字接龙的时候 它早就学过看到这段说明 就应该要把这段程式码产生出来 它早就学过这件事了 所以GPT3可以写程式 好像也不是特别惊人的事情 但是GPT3看起来是有非常大的能力上线的 那我们来看看GPT3的表现 这边的纵轴是正确率 它是在42个不同政务上的正确率 为什么是42呢 也没有什么理由 就是个生命的意义就对了 总之呢 GPT3的论文就是把GPT3测试在42个不同的任务上 看看它在42个不同任务上的平均正确率 那这边有这三条不同的线 我们就不要太在意他们之间的差异 这个之后再解释 好 那从这个横轴代表的是参数量 那你确实可以发现说参数量越多 模型的表现越好 在各种不同任务上的正确率越高 但是也许走到这边就到了某种极限 你会发现正确率虽然随着模型越大越来越高 但是也大概只有50%的正确率 那个时候甚至听到一些比较沮丧的想法 就训练了这么一个巨大的模型 它只有这么一点能耐吗 其实很多时候GPT3它是不受控制的 举例来说 如果你直接给它一个问题 说叫它帮你剖析一下这段程式式语言 你问它说C这个list 它在这段程式语言里面有什么样的作用 你以为它会真的告诉你这个程式语言有什么作用吗 它的答案是这样的 出个选择题给你选一选这样的 因为它在网路上早就爬过这种考试的题目了 所以看到这样子的输入 你又没有说要回答问题 它就出个选项给你选一选 所以很多时候GPT3它是不受控的 虽然它能力很强 但它给你的答案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怎么办 怎么再强化GPT3的能力呢 那再下一步就是需要人工介入了 所以到GPT3为止 它的训练是不需要人类老师的 但是从GPT到ChairGPT就需要人类老师的介入 所以ChairGPT其实是GPT系列经过督导式学习以后的结果 也就是找人类老师来 人类老师说 以后有人告诉你台湾最高的山是哪座 你的输出就应该是玉山 接下来GPT就透过人类老师提供的资料 继续去做学习 那就变成了ChairGPT 那ChairGPT是透过督导式学习产生的 那在进行督导式学习之前 透过大量网路资料学习的这个过程 我们称之为预训练 那这个继续学习的过程 很多时候文献上就叫做微调 那它的英文就是FindTune 好 然后这个预训练 有时候又叫做自督导式学习 那为什么叫自督导式学习呢 这个督导式学习就是提供人类提供成对的资料 让机器进行学习 那在自督导式学习的过程中 其实机器也需要成对的资料 但这些成对的资料 不是人类提供的 是用一些方法无痛生成的 那用一些方法无痛生成成对资料 的这种学习方式就叫做自督导式的学习 因为这个ChairGPT是由GPT产生出来的 所以GPT呢 这类像GPT这样子透过自督导式学习 得到的模型 今天又叫做基石模型 因为它是某一个非常强大的应用的基础 所以叫做基石模型 所以预训练自督导式学习跟基石模型 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那今天呢 在报章杂志上 我看起来最热门的词汇应该是基石模型 为什么 你想想看 你要跟社会大众解释什么是预训练的时候 挺麻烦的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训练是什么 那怎么跟他解释什么叫做预训练 自督导式学习解释起来也挺麻烦的 所以你发现基石模型是现在最夯的词汇 因为它是一般大众听得懂的词汇 你跟他讲说 这个模型就是一切各种应用的基础 叫基石模型 一听就知道在干什么 所以这个词汇现在变成一个比较热门的词汇 但其实跟自督导式学习 还有预训练指的是一样的事情 好 那这个预训练有多大的帮助呢 我们这边跟大家讲一个预训练可能带来的神奇影响 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确GVT是多语言的 你不管用中文问他英文问他日文问他他都会给你答案 比如说我问他台湾最高的山是哪座山 他的答案是台湾最高的山是玉珊珊 他这边犯了一个奇妙的文法错误 所以你发现确GVT偶尔还是会犯错的 他这边装可爱 只能玉珊珊的 那你问他说 which i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aiwan 他也可以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所以他是可以读懂各种不同语言的 他是怎么做到这件事的呢 很多人会觉得他做到这件事是因为 也许背后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引擎 那因为OpenAI并没有针对确GVT多语言的能力做公开说明 所以我们也不能排除他有用翻译引擎的可能性 但我个人的猜测是应该不需要用到翻译引擎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很有可能老师只要教确GVT几种语言 他就可以自动学会其他语言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猜测呢 过去我们实验室就有一个发现 这个发现是这样的 其实你在多种语言上做过预训练之后 接下来你只要教你的模型某一个语言的某一个任务 他就可以自动学会其他语言同样的任务 什么意思呢 过去有一个多语言的模型叫做Multilingual的Bird 那其实自督导师学习的预训练模型不是只有GVT 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模型 那这个我们以后都还会再讲到 而自督导师学习的概念不是只能用在文字上 在语音在影像上 今天也非常广泛的被使用 这我们未来的课程也都会讲到 好总之回到MultilingualBird 这个是在GVT 有确GVT之前 大家非常热门的一个自督导师学习的语言模型 他看过104种语言 他在104种语言上面做过预训练 那我们发现MultilingualBird有一个神奇的技能 如果你今天要教他学阅读能力测验 你只需要教他英文 接下来自动会中文阅读能力测验 就好像有一个人要考中文阅读能力测验检定 但是他做的考古题都是英文能力测验检定 他直接裸考去考中文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他中文的问题也答得对 而且里面并没有做翻译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实验数据 这边的实验数据是测试在一个叫做DRCD的 中文阅读能力理解测验的资料部上 这边要强调一下 我们要及其做的是中文阅读能力理解测验 它是要回答中文的问题 它是要读中文的文章 问中文的问题 给中文的答案 如果今天没有做预训练直接做微调 那你提供了一些中文的阅读能力理解测验的资料 在上面做学习以后直接去测试在中文的资料上 结果还可以 我们就把F1当作正确率吧 有78%的正确率 那同样的资料集上人类有93%的正确率 如果今天先做预训练 让机器在中文上做预训练 在中文的阅读能力理解测验上做微调 然后测试在中文的资料集上 89%的正确率 其实跟人类也已经蛮接近了 但这边真正神奇的地方是 在104种语言上做预训练 然后在英文上做微调 机器 人类的老师只教机器 怎么做英文的阅读能力理解测验 机器在中文上直接做裸考 也有78%的正确率 跟直接训练在中文上 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就显示说 如果你用多种语言做预训练 预训练可以带给我们 预训练模型有神奇的能力 教一种语言 汇其他语言 就是这么神奇 这个是要展现预训练 预训练可以带来的一个神迹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 日后我们有时间再讲了 但是概念你可以想成是 对机器来说 当他看过多种不同语言以后 用比较拟人化的讲法是 对他来说 所有人类的语言 是没有差别的 在机器的心里 他把所有人类的语言 内化成同一种语言 他用了自己的语言来学习 不同人类的语言 所以教他一个语言的某一个任务 其他语言的通用任务 他自动也都会 好 那我们知道说 确计一的学习呢 不只是有督导式的学习 还有加上增强式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 那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是怎么运作的呢 我们日后也还会讲到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确计一T的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用的是PPO这个演算法 那我们日后来讲一下 PPO这个演算法 在增强式学习里面 人呢 不是直接给机器答案 而是告诉机器 现在你的答案是好 还是不好 那增强式学习有什么好处呢 相较于督导式学习 督导式学习的人类 老师是比较辛苦的 因为他需要提供正确的答案 而在增强式学习里面 人类老师可以偷懒 因为你只要点个赞 点个到赞 就可以告诉机器 你想要的是什么 那什么时候 适用增强式学习呢 第一个就是 你想偷懒的时候 因为用增强式学习 可以更容易地 收集到更多的资料 人类老师付出的心力比较少 所以可以给予更多的回馈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 增强式学习更适合用在 人类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的时候 举例来说 我这边给的例子是请帮我写诗赞美AI 叫你写一首 你现场其实也写不出来 对不对 但是也许如果机器写一首 你可以判断这首诗 是不是一首好诗 所以假设今天一个问题的答案 人类都不太确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用增强式学习 节省人类的力量 人类不需要自己给答案 他只需要给回馈就好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确局的学习 基本上就是三个步骤 先做预训练 再做读老式学习 然后做增强式学习 那至于增强式学习里面 还有其他的细节 那个我们日后再讲 我告诉你 其实你有时候还是可以看到 确局前世的记忆 我知道说 今天你问确局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他的答案非常的棒 不太像是在做文字揭露 那是因为你问的问题是人类老师已经教过的 如果你问确局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问题 有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是在做文字揭露 举例来说 我今天跟他讲 今天天气真不错 他的回答是这样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 清风为辅等等等等等等 那这个答案没什么问题 但你仔细一看 开头是个逗点 你回答为什么开头是个逗点呢 因为对他来说 他仍然在做文字揭露 他只是想把这句话写完 所以他加上了一个逗点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 确局的前世 局时后的记忆